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继续来说说取暖的事 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传统的燃煤取暖方式污染大 推广清洁煤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除了烧煤 农村取暖 还有哪些替代方式呢 正在推行的煤改电 煤改气 面临着哪些新的问题 有没有一种各地通用的取暖良方呢 我们继续来看 这天 当地白天的最高温度 是6摄氏度 记者随即走进一个农户的家中 现在咱们烧这个煤怎么样 还没有生的 这么冷了还没烧啊 还没烧的 我刚才还在动呢 你看这小脸 这小脸动的 你还不给人家烧烤的 我还没有生的 那屋里这么冷怎么办啊 这有空调 我说冷上来开 但是空调我看也没开着 没开 今天没开 怎么没开 这位村民最后还是告诉记者 今年入冬后 空调还没启动过 记者采访发现 买了空调 但舍不得用 这在农村还不是个别现象 那家没有开过 那孩子 闺女国买来没开过 你反正冷了 反正都不脱衣扬 搁鱼一转 不脱衣扬 穿着衣服是这样 当然 也有村民表示 如果气温再下降 空调就要利用起来 那么 如果村民用空调去暖 究竟要花多少电费呢 这样算起来 一个取暖剂就要用到 一万元电费 相当于一个家庭 全年的农业收入 显然难以承受 作为替代燃煤的清洁能源 有些地区采取政府补贴的方式 鼓励居民用电取暖 但是 这种补贴 能否一直持续下去呢 我国北方城乡建筑取暖总面积 约206亿平方米 如果全部用电取暖 一年用电量约为两万亿度 是全国居民生活用电的2.3倍 单从能源供应的层面看 就已经困难重重 有人提出 既然用电成本高 能否采用太阳能发电 供自家取暖呢 村民老安家的屋顶上 就有一套电力部门 安装的光伏发电设备 不过发出的电 全部用于病亡 家里从来也没有用过 原来太阳能发电板功率有限 冬季光照不充分 恰恰是发电低谷 如果夏天把电能存储起来 则花费成本又太高 远不是家庭所能承受的 虽然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 自称比空调节能的电材暖设备 但由于安装成本高 噪音大等原因 多数村民难以接受 接受了 我照改了 都说接受不了 买起来 那你村里有人装吗 有 买几户 几户啊 有四来户吧 一共两千多个人 都有四来户装 煤改气是津津季 及周边地区 去年以来主推了一项 清洁取暖计划 管道天然气 对于这种即将到来的 全新取暖方式 村民似乎还不太了解 显然天然气的安全性 使用方法等科普工作 还需要在农村加强 那么 已经安装天然气的农户 使用情况怎么样呢 太烧了 太烧了 烧了一会儿就这样 还是一小时的 天然气虽然清洁便利 但农户也有一些担心 大家就说气儿供不上 你想咱们的法杂这么快 这么多用户 说码都码这个了 到时候的气儿供不上 咋个怎么办 这位村民的担心并非多余 随着各地煤改气工程的推进 我国2017年 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38% 2018年前10个月 已经提高到47% 有些地区一度出现了气荒 它就是气儿晃的 供不上气儿 气供不上 气儿压的打不上 天然又没人 还在冬米 花了好几天 我家不赶紧扫买 业内认为 煤改气 煤改电 都是发展农村清洁取暖的好办法 但一种模式未必适合所有地区 更不能试图在短时间内一刀切 正因为如此 2018年7月 五部委出台文件 要求各地 移电则电 移气则气 移煤则煤 移热则热 因地制宜 寻找清洁取暖的良方 因为全国范围这么大 不可能用一种方式 或者两种方式 就把它给全部的解决 农村的情况非常地复杂 它跟资源禀赋 经济条件 生活习惯 资源的结构 都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做好这个一的文章 是非常重要的 在河北省晋州市 村民安曾军 用自家的锅炉 给各屋串起了暖气 我看挺烫手的还是 小安家的锅炉 还没有洗衣机大 里面烧的并不是煤 电气 而是甲醇 这是朋友嘴 它打到十个压以后 它就污化了 污化好以后 里边有个高压点火 一键就着了 作为一种可燃性液体 甲醇主要是从煤炭中提取 甲醇燃烧后产生水和二氧化碳 都是无色无味的 这就是采暖炉燃烧甲醇之后 它的排盐口 说是排盐口 其实排出来的 它是白色的气体 而且在这个地方 也闻不到什么气味 我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是甲醇的最大生产国 年产量在全世界占比 超过58% 有着巨大的资源潜力 我们看到 村民把整通甲醇放在屋顶 就可以慢慢用来取暖 对 这里边就是那个甲醇 整好一桶是一千升 能有多长时间呢 一个冬天就是一桶半吧 不过 业内人士认为 我国甲醇取暖起不晚 行业缺乏标准 市场齐需规范 有的这个燃料吧 层次不齐 用化工废料啊 别说环保了 还要对这个社会 还有危害 另外 炉具的市场准入标准 甲醇的安全存放和使用标准 都亟待加紧完善 甲醇燃料 也需要政策性补贴机制 稳定价格 用的这个燃料吧 因为每年都上涨 去年花了 去年花了七八千吧 如果说甲醇是新型燃料 比较贵的话 揭杆应该算是北方取暖 最廉价的传统燃料 尤其随着种植结构的调整 揭杆的产量越来越大 在华北平原地区呢 这个秋收早就结束了 你看东小麦都长得挺高 而且绿油油的了 但是呢 在这个秋收中 剩下的这些玉米揭杆啊 依然还扔在这里 而且远处呢 还没有放倒 揭杆容易着 成本低 那么村民为什么不愿 拉回去取暖呢 原来 接杆燃烧至低 运输成本太高 加上无处堆放 烟尘排放量大等原因 现在农民并不愿意使用 我国每年接杆产出量 约9亿吨 充分燃烧产生的热能 相当于全国煤炭进口量的1.4倍 如此巨大的生物热能源 能不能利用起来呢 在黑龙江省海伦市 村民每天起来 要给接杆取暖炉 蓄一次燃料 这什么东西啊 就是接杆 接杆 对 玉米 水稻接杆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 原来这是加工成型的接杆燃料 现在我们经过加工粉碎 粉碎了以后呢 压成颗粒 造成框 接杆按照8比1的比例压缩后 体积变小 村民不再为存储的问题发愁 那么这种燃料燃烧效果怎么样呢 火力好啊 烧力还快 比原来的煤呢 比原来的煤好烧 直接影响村民热情的 还有使用成本 一个采短剂烧煤 大约需要2000元 用这种生物质燃料 情况怎么样呢 这个料便宜啊 这个料现在给我们是500 500这一个冬天烧不到两吨就够了 不过 接杆最大的问题 是烟气排放量大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专业人士介绍 这就需要在锅炉的技术改造上做文章 采取多给点风 烟气循环 分级燃烧的方式 使节感充分燃烧 那么低温燃烧 它产生了大量的烟气 烟气上来燃烧 燃烧完了再循环回来再燃烧 就是把这个烟气吃干炸气了 这就增加了锅炉的制造成本 在推广时需要相关政策扶持 而且出于运输成本的考虑 生物质燃料更适合在接杆丰富的地区推行 接杆的收集半径5到10公里 超出这个 那就运费的价格上去了 小型企业成本利用会严重的影响 在接杆聚集的村镇我们看到 当地甚至搞起了生物质燃料 其中供热 这两年 清洁取暖正在成为提高 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 受到农民欢迎 国家也鼓励地方政府 以购买服务的方式 发展农村其中供热 我身后是城外的一条小河 现在我测一下它的水温 是5摄氏度 就是这样一条普通的小河 也能够成为冬季取暖的热源 您相信吗 原来 这是一个以地表水为热源的 其中供热项目 通俗地说 就是通过热交换技术 把河水中的热能置换出来 热量用于居民供暖 低温水再送回河里 那么 它取暖的效果怎么样呢 温度挺好的 一般到多少度 一般就是20 23度 原来 这是河北省卫县政府 通过招标引进的一项工程 正在为县城周边 一万多居民进行集中供暖 不过采访中 工程负责人的一句话 让记者深感意外 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 有很大的可能性 会停暖 停暖就意味着 一万多户居民受冻 那么 正常运行的供暖项目 为什么会停工呢 主要是政府 最开始 答应我们的配套费 没有到位 原来 按照协议约定 卫县政府要申请项目建设 配套费支付给企业 但项目已于2017年11月 建成并公热 企业为此投资了3.85亿元 至今没有拿到配套资金 那么 政府为什么没有支付呢 企业和政府的交涉还在继续 但不论何种理由 处理的结果怎么样 都不该让居民受冻 近年来 清洁取暖工程芳心为爱 尤其在大气污染防治背景下 很多地区都在上马供暖项目 专家提醒 从立项招标到建设投产 清洁取暖工程 要处理好快和稳的关系 毕竟冬季挺暖 会让居民措手不及 清洁取暖的这个工程当中 一个是政府要梳理你的诚信意识 政策的延续性 稳定性 承诺一定要来兑现 从这个角度来讲 才能这个项目才有一个可持续性 我国清洁能源的发展潜力很大 从电 洁净煤 天然气 到甲醇 生物质燃料等 有较大的可选余地 关键要因笔质疑 做好宏观设计 在欧洲 不同地区采暖方式 要经过科学论证来确定 并列入地方性法规保持长期不变 所以取暖设备的设计寿命 都在25年以上 政府要有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 比如说要明确 你到底是什么地区让推 用什么 而且能用多长时间 大致有一个更明确的 一个这方面的规划 对于行业也好 企业也好 它自己就知道 该如何定位自己 如何来运算自己的这个投入 和未来的它的一个前景 整农村地区的资源禀赋 是千差万别 推广清洁能源不能一刀切 只有结合当地实际 才可能降低成本 方便 好用 降低农村取暖污染 要用科学的态度 采取综合措施 国家今年也提出了 移电则电 移气则气 移煤则煤 移热则热的原则 要求各地因地制宜 选取适合本地的取暖方式 把推广清洁能源 简单理解为 没改电 没改气 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科学的办法 西巡老人爱减脂 16年农闲时间 剪出了四大名著中的500个人物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要说这民间有很多身怀绝技的高人 在陕西省华音市 有一位74岁的农村老人 他利用16年农闲时间 剪出了四大名著当中的500个人物 不仅让人称奇 更是丰富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今年以74岁的曹云祥 自幼受祖母影响 利用废纸张练习剪出各种窗花图案 随着年龄的增长 自己的剪纸记忆也有了很大提升 16年前 曹云祥突发奇想 决定从自己喜爱的四大名著入手 用剪刀刻画名著人物形象 于是他省吃剪用 买来黑色油光纸 开始从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剪起 随后又通过亲朋好友找来旧瓜粒 将剪好的各类人物 张贴在旧瓜粒上 在随后的日子里 只要曹云祥一忙完浓活 就开始剪纸创作 经过16年的不懈努力 终于在近期完成了四大名著中 500个人物的剪像 为了便于保存展示 曹云祥将这些剪纸人物 分别装贴在四个特质的大本上 有人观赏时 他就摆放在自家的院子里 边展示边讲解 四大名著 里边那么多的女的 她的衣着 她的发饰 她的脸型 没有一个重复的 她对这些人物的理解 都是很到位的 一个民间艺人 能做到这样 出这么多的作品 而且把这人物剪得栩栩如生 我觉得真的是 高熟在民间 这年终岁末啊 各种促销活动也多了起来 充化费送手机的活动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 不用一次性花钱 先把手机拿回家 非常的划算 可是啊 近日湖北省襄阳市 引吉乡的张大姐去发现 自己参加的 充化费送手机的活动 实际上却是 贷款买手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久前 湖北向阳的张大姐 在离家不远的一家 移动通信运营商 授权代理店 办理了每月158元套餐 为期两年 送一部智能手机的活动 可没过多久 她就发现 一个金融公司每个月 都从她银行卡上 扣58元钱 一段信息 马上金融 我就没听过这个 我也不熟悉这个金融公司 就收到1000块短信 也没有说 也没有在意 但随后每个月 又走我银行卡上扣钱 张大姐找到了这家 授权代理店 对方表示 她银行卡上扣的58元钱 又会返还到她手机上 变成花费 所以她一点也没有亏 反正每个月 58块钱的花费 返还到你手机上就行 这个信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经过代理店的解释 张大姐总算弄明白 自己相当于 办了1000元的贷款 分24期还 每期还58元 这让她难以接受 那这根本就不是说 充花费送手机 月租送手机 那就相对来说 是我自己买手机 贷款1000块钱来买的 我自己1000块钱买个手机 我还要多出几百块钱 利息 这是马上发的担心 那肯定要 支付人文 马上 那活动是你们推荐给我的 我们才做的 代理店的工作人员说 这是他们和一家金融公司 一起开展的营销活动 消费者账户上 每月扣除的58元贷款 会以化费的形式返还 这名工作人员还出使了 办理业务时提供的协议 和客户告知函 并表示张大姐 当时已经签了字 可协议和告知函上 只提到了指定的银行卡 贷划扣 并没有提到 划扣的钱与贷款 有任何关系 我只可能说 我用手机 我充花费 我是理所当然 但我不能变成贷款 贷款的性质 那是不一样 随后张大姐 又投诉到这家 移动通信运营商 襄阳分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 代理店出使的协议 与他们无关 他们会尽快查明处理 要么就把这个合同消除 我贷款的合同消除 第三方管理消除 消除了以后 这个钱是多少 你们自己 给马上金融公司去结洽 在这家 移动通信运营商 襄阳分公司的协调下 张大姐解除了手机贷款 手机也还给了代理店 贷款公司 也将174元的贷款 还给了张大姐 您看 说好的是充花费送手机 没想到签的 却是贷款买手机的合同 万一要是哪个月 忘了还款 还会影响到个人征信 这还真不是一件小事 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 在办理这类业务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看清楚 合同的内容和条款 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再来看 其他方面的消息 近日由陕西省西安市 护议区区委区政府主办的 辉煌60年护县农民化精品进京展 在北京民族文化工展览馆开幕 本次展出的100幅护县农民化作品 均为西安市护议区农民化展览馆 珍藏的精品立作 真实记录了护县农民化 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 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 给当地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变迁 热情欧割了我国改革开放 40年来的伟大成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 去交三农栏目的官方微博 微信给我们留言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曲交三农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